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也是比较实际 有干活的一个活动 主要讲几个部分 一呢是关于我们这个 高赛人群的投资移民 以及企业家移民的一个需签 另外一个呢是关于这个 高赛人群可能会涉及到的 一个税务问题 这个战 大家这个每个月的这个 每个季度的 这么一个月节单 大家需要需要保存好 关于续签的时候 其实是和你的出入境 没有关系 续签是不管你的出入境记录的 但是永居的时候 是会看出入境记录 投资移民 其实投资移民的话呢 相对来讲 比续签移民有简单很多 而且他的一个问题 确实非常重要 但是没有办法 税长就这么要求 它是一个法律 大家必须要尊重 需不需要纳税 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个 一个社会系统的一个体现 因为大家在这儿待久的人都知道 英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当然也是一个信用系统 是完善的一个社会 我们做税的人都知道 英国的这个税务系统 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信用系统的最完美的一个表现 然后一般情况下 在房产的交易之中 这个资本的税是不应该去收纳的 但是也有例外 就是说如果我销售的是一个新建的商业房产的话 那时候我需要我的买家增收一个20%的一个增值税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 如果所销售的销售人 对这个销售的房产或者这块地已经注册了增值税 然后注册了这个Auto Tax 就是房屋税务申请的话 那它在卖的时候也是需要向买家收取这个20%增值税 这个Self-Assessments在中文的意思就是个人的什么 个人自我 它税法上有一个特殊的定义 其实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叫 Nam Domi Sang You Can Resit 这些项目房和广大投资方之间的种东西 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集资型 主要特点是参与数量多 个体投资人小 那么说白了 它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项目 大家都很感兴趣 大家知道回报率都很高 像以前比如说一些互联网企业 都能达到100% 200%的回报率 但是就是每个人都能参与 它里面都有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 没有办法参与 那么众筹这个概念就是让大家能在很小的投资者的情况下 更多人数能够参与的这些正份人性的投资机会 那么投资者能通过获得实物股权 或者未来现金流的方法 得到投资的回报 那么剩下的利润就按照这个股份的比例 由投资者跟我们分享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整个伦敦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什么情况 那具体谈到这个实际操作 大家怎么去买房子呢 这些市场的利润 从货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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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 所以什么现在呢 为什么有这些货币和货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信息